市政府只讓黃老師游籍停薪 讓黃校長還有教師身份 隨時可能回到教學現場 將造成更多女學生受害 台中市政府沒有立即停聘黃教師 導致民眾誤以為黃老師沒事 還在幫黃校長到處抹黑造謠 打電話給市政府的相關人 說這是一場誤會 再次傷害我們的女學生 立即停聘 這個還是比較屬於 信憑會內部的事情 但是這個是信憑會的合議制 我想你要等於停聘 它其實主要一個目的 就是不要接觸到學生 它就是不要接觸到當時的學生 這個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件 那武廠委員會他應該當時有評估雙方 這個接觸的情形 一件可能是說是意志的 我聽說是意志的 如果大家都見過 不是 自己是意志的 如果大家有點擔心 什麼事件 bu不起